没有 因为我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看节目才有更新的视角去知道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一些就比如说阿卓的想法 然后我在节目里的时候其实到后面我很多事情我自己这边是不知道的 所以当时我误以为我们俩的CP只能在游乐园那一期的时候存在 因为菲尔是个特别优秀的女生 学霸类型的好像是很爱交大的 所以接触到这个领域会不会觉得有一些压力或者说特别大的新奇和挑战会有这种感觉吗 肯定会有 因为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一个环境吧 然后就这段时间刚刚大家都说就是接触到有好的声音坏的声音 然后我以前其实是一个挺直的人 然后我很多情绪我都会挂在脸上 然后包括说话的时候会觉得如果当时怎么想的我就要怎么说出来 但是经过这些节目之后包括其实认识大家之后像芽芽 我就觉得我觉得我以后可以再成熟一点 谢谢 然后还有很多人也很关心一个问题啊 就是菲尔和许杰伟在线下之后还有什么发展吗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就其实我们两个人所有的发展都在镜头前面呈现出来 其实基本上都在镜头前面 然后是没有在一起过 然后因为我们节目是3月30号 大家录制完然后各自坐飞机回大家各自的地方嘛 然后像基本上我们俩的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互动 可能在4月2号4月3号左右就结束了 然后其实我在就9号左右吧 就他生日之后几天给他寄过生日礼物 就觉得算是对节目的 因为节目其实他有帮我实现心愿嘛 的一个回礼吧 然后当时寄过去他收到之后 我就找他说清楚 就是觉得我们俩其实到此为止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希望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法 所以当时说清楚之后 其实基本上就没有怎么联络过了 明白 谢谢 谢谢 他生日礼物多重要 赶紧送出去 然后所以今天阿主要不要现场来隔空回应一下 节目当中菲尔给你的那个留言 哪一条留言 就刚刚放的那个 刚刚放的那一条 其实我以为的留言就是 第二天那个游乐场给我的留言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第三天的留言 然后其实我当时游乐场那一天真的很开心 真的我和俄姐 然后还有俄姐还有马波波 三个人其实是我过得最开心 最放松的一天 就是没有那么多压力 然后就是玩得很开心 然后菲尔刚刚跟我说 觉得我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真诚的同时 其实会带有一些犹豫 还有一些纠结 我会纠结一些事情 就是会不会有结果啊 或者纠结一些事情 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然后就会陷入这种纠结中 然后但是就很感谢的是 就是菲尔一些很坦白的说法 让我有所成长